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比2013年一年出的事情还狠了 我记得有期节目跟大家说了 我闲来无事 我就去翻这个 说2014年是马年 信就信 不信咱听故事 2014是马年 我想起来那2014这马年当中哪个月是马月呢 这是要用农历 就中国历来算 这可不能按阳历算 按中国历算 结果查到了 6月6号到7月7号是马月 那我们就回顾着过去的一个月里头发生了什么 当我查到这个月是马月的时候 挺让我感叹的 这感叹的概念就是说 人一定要信命啊 真的 人一定要信命啊 我记得曾经我做过一期节目 我说 对成功呢 你不要再去在乎 就像足球杯似的 胜利了又能如何呢 说德国队拿着奖杯回去了 然后在德国出了一百万球迷去欢呼 我觉得作为一个游戏啦 作为这个现实的环境 这无可厚非 人正常 那我也跟大家讲了 我说在我的眼睛里 德国今年世界杯太差 就是屠宰场 结果有个朋友说 说实际呢 李约瑞内卢的名字叫上帝之城 他也说 他说上帝之城呢 完全违背了上帝的那种博爱的概念 太乱了 其实就这么回事 真的 其实就这么回事 我也跟大家讲 网上评论啦 德国战车如何如何厉害 那其实阿根廷那单刀球 就三个单刀球 他没进去 对不对 那能怨谁呢 梅西自己也有一个单刀球 他没把握住 那能怨谁呢 这不是命 如果那三个单刀球进去 两个 这世界就改变了 报纸评论也说了 第三代球王出现了 对吧 第一代是贝利 第二代是马拉多纳 曾经马拉多纳从后场 个人带球直接进 进了一个球 当时是在世界杯上 那第三代球王就是梅西 因为他得过了所有的奖牌 而且他得过四次世界足球先生 而他就差这么一个大力神杯 那就变成了一代球王 诞生了 球王一脚踏碎了德国战车 德意志的战车 在球王的脚下 我都会写 白过大赚钱花 那是职业 对不对 那是职业 所以透过这些障眼的现实的东西 你看实在 在今天的环境当中 在世界杯的那个氛围之下 就不让他阿根廷赢 就让他德国人的队赢 德国队赢的那个球就贼漂亮 而作为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在我的眼睛里 阿根廷就是防守反击 防守反击就把赌博 赌注压在了梅西身上 那防守反击赌博压在梅西身上 梅西只要进一个球 或者助攻一个球 一代球王就诞生了 阿根廷就这个了 就这么 不用想那么复杂 所以在最后还剩七分钟的时候 德国队那个球 你看看阿根廷队的球员 他没认为他会如何 防守上并没认为 他一定能够 第一大家累了 第二也就觉得那么回事 但那个球确实进了 从传的 从切入 球没停直接打了 整个一气呵成 那是个球 那是个 那球就是好看 所以一下就给阿根廷打傻了 因为他没想到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是命运 技术谁比谁高 谁比谁低 对不对 那你就很难说了 那技术谁比谁高 你确实中间有了一个球 那梅西自己接到球之后 也是从中线那 那单人再往前带的时候 明显的德国队员跟不上他 那是那么回事 所以在我的来说 它就是个生活 不要把成功看得那么重要 有朋友说 我记得曾经我阐述过这道理 那个有个朋友讲 你站着说话不邀请 你现在是有名了 所以你来白乎这个 我说你这说的有点对我冤枉 我个人做节目 朋友愿意看 这个也传 那个也传 大家都来看 所以大家就觉得挺好的 咱也说 咱有没有什么一分钱去 去把做商业推广 就跟那外团的明星似的 得商业推广 得包装 包什么装 就今儿还有一个朋友说 涛哥你就拜托了 你弄点720点的 HD的成不成 这你现在也太落伍了 我们在努力 我们没条件 我实际跟你说 我们在努力 我们没条件 对吧 这叫成名吗 不在明星中 他自己得到了什么 别人给予了他什么 他也不会在乎 人不在其中 便不被欺扰 但并不妨碍在其中 保持着他正常的生活 那他就会能够 跟大家融为一体 这是我在修炼当中 师父教给我的道理 之后我个人浅薄的理解 任何一个人 在乎任何一件事情 为明而做的人 他必有掩盖的成分 为成功而努力的人 一定有他不能公布于众的那部分 因为明也好 利也好 他在现实的生活中 他以现实的生活的出名成功与失败来评判 而现实的生活很简单 手心手背 相生相克的道理 成功者是掩盖了他的失败的成分 失败者是因为走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他命走在这儿了 把他掩盖的那部分被曝光了 他就失败了 成功失败了 就这么点事 世界有男有女 世界有里有外 世界有天有地 世界有脸就有后脑勺 他是对应的 对吧 所以不在成功中 不在成功与失败中 这个人讲出来的是真实 他才能够 很多朋友去这么去理解事情本身 有些朋友也说了 今天国内就为了钱 有了钱我就能有一切 有了钱我再去信你的说的信仰 有了钱我再去如何如何 当我没钱的时候 他家里有十个房子 他还说当我没钱的时候 我得生活 很多人提到我们说 从生命上认识的时候 他会用这样的话去打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当人们缺失了做人的真正的方向 对生命理解方向的时候 就变成了今天中国社会当中 整体做人的道德和生命的概念 缺失之后出现的场面 就是 脉肉 那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 咱们这个节目反正也就是扯了半天 都是在扯这样的事情 希望朋友能够从中能够逃脱出来 但是这些能不能逃脱出来都凭缘分了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个人有我个人的很大的局限性 对吧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那个人悟性不好的时候 在修炼当中 那有人同样一个师父 那可修出来的什么样都有 那个得靠自己的悟性 靠自己的忍耐力 对吧 靠自己真正的理解了 对生命的理解 所以这个咱说好了 我有我很太大的局限性 当人有局限性的时候 他并无法 他没办法认识到 他没有达到的境界的那个水平的东西 其实这时候人们才能够 我们为什么说山外有山呢 为什么说真正真正修行的人 懂得生命的人 他反而到谦虚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 知道自己某些弱点 自己的靠自己的能力 有时候都跨越不过去的时候 他就谦虚了 而不是礼貌 礼貌 包含着虚假的成分 掩盖的味道 谦虚是内心中生命真实的反应和对生命的理解 对周围你我他的理解 网上有篇报道 还是买肉卖肉的故事 动向杂志披露出来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徐才后被怀疑有四次雇凶 试出谋杀 刘元 家中超出了16亿财产 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元的举动使徐才后慌了神 试图以金钱美女为陷阱诱惑刘元未成功 进而起了杀机 他说目前被立案调查 应该有四次雇凶试图谋杀刘元的案情 全都发生在2012年18大之前 检查部门在徐才后以及他的家属女儿的五个住宅当中 北京两栋 大连一栋 山东济南一栋 珠海一栋 所查到的资产财务超过16亿 相生相克的理 你能感悟到非常有趣的事情 徐才后 郭伯雄 被江泽民亲手提爬安排 压在了这个这个胡锦涛的喉咙上 啊 没错哈 这大家都认识 结果后来的刘元 被胡锦涛安排 来到了军 来到了军中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这个阶层之中 进入了总后勤部 又卡在了徐才后的猴头上 徐才后 憋坏了胡锦涛 胡锦涛用刘元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掐死了徐才后 成功有那么重要吗 再说一句 6月27号下午 中纪委副书记 以及中央军委书记 叫杜金才 和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以及四名特警 来到北京卫数区疗养院 对徐才后实施抓捕 列出一个清单 清单涉及到的资产 大概16亿 五家国有银行 有17个账号 14个是甲铭开的 14个甲铭开设的账号当中 有3亿3500万 六家地方银行 12个账号 全是甲铭开的 4亿03百万 五家外资银行 10个账号 8个甲铭 2亿2200万 在济南一栋别墅花园中的 一口井里面 在井底茶钞 美金480万 欧元400万 英镑80万 在一口井里面 藏的是外币 外币有美金 有欧元 有英镑 欧美三种主要货币 都有了 那这个钱 我个人 那咱也得推算 推算 人家为什么藏井里 逃跑用的 这里没人民币 存银行里的都是人民币 不好使 去美国有美金 去欧洲有欧币 实在不成 到英国 弄一圈 咱也有英镑 想花啥钱 花啥钱 目标很清楚 而在珠海的一个别墅的卧室中的西梦斯床垫里面 藏有8650克黄金 那这个床肯定不是睡的 徐赛后妻子的名下有20栋住宅 女儿的名下有15栋住宅 其中一栋在北京二环路内的十多层的商用高楼 那仅住宅和商业楼的市值4亿8千万到5亿1千万 那这个树呢 估计是真的了 因为有零有整的树描述的很清晰 一般是真的了 然后文章就提到说 刘元曾经率先向徐才后三大军头开火的内幕 这是当时我们讲过的 发生在2011年12月25号到28号 这是前后我们知道 如果你看那个时候的金日点击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 当时出了事情 当时后来把古俊山给干掉了 结果到了古俊山干掉之后呢 又提到刘元歇菜了 憋菜了 因为被整个徐才后军委的人在打压 然后就说网上评论说 到底看看胡锦涛会什么态度 这些都讲过了 结果在刘元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 突然那边对吧 这个这个博大公子给了王立军一大嘴巴 你敢欺负我媳妇就这么回事就出了事了 文章提到说 在那次军委的扩大会议上 刘元的举动使得徐才后慌了神 他曾试图与金钱美女诱惑刘元 没成功 所以就起了杀机了 他里面提到一个具体的事情 2012年3月下行 接徐才后通知到天津参加军队后勤工作检查 那刘元驾车在京丁高速公路途中油缸突然焚烧 这个驾驶员严重烧伤 警卫员保护刘元也被烧伤 那看来这是真的了 北京到天津的京堂高速 京津高速公路只有120多公里 那如果油缸突然着火的话 那这种情况那应该是奔塌去了 7月下旬 刘元在青岛休假 刘元所住的206套房间突然遭到燃烧弹攻击起火 幸好是刘元提前三天休假 到河南军区检查工作 当天206套房无人居住 这就是天意了 我就跟他讲 这就是天意了 这无话可说了 对吧 作为军委当时的军委副主席 2012年徐才后还在上楼 对吧 那作为当时的军委副主席 想干死刘元的话 是有机会的 9月初 刘元到兰州军区检查 刘元在陕西省西安军库检查工作时 突然遭遇到多发冷枪 那刘元的警卫和军区警卫即刻回击 击毙凶手 后提到凶手是被开除的部队的副连长 知系首长来检查 图谋报复 但这是一个悬案 兰州军区那是郭伯雄控制的地方 9月下旬到济南军区检查 那在军区会议上批评军区后勤工作太乱 而他所住的军区招待所的402房的浴室的煤气发生爆炸 而当时刘元没有在房间里 是在招待所的庭院里谈工作 如果这事情报的这么详细的话 基本就是真的 那如果报的这么详细 基本是真的话 你就理解到 为什么习近平在砍死徐蔡后的时候 是立着砍的 从脑门一直匹下来 什么征兆都没有 哗就匹了 匹完之后 在军区大换访 换访 然后晋升上将 让你眨眼的工夫都没有 党的历史呢 是杀人的历史 不仅杀老百姓呢 也杀他们自己 所以结束杀戮 唯有结束中国共产党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 如果再去保党的话 那后面呢 将会以同样的方式被了断 这就是今天的 无论是反腐者和被反腐者 所面临的自己的未来 所以这就是 换个角度来讲 使食物者为俊杰 食物不是人间的利益 食食物叫随天意 刘元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意念当中 逃出四次的话 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一本书 叫火狐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 火狐 那个杀手当年刺杀戴高乐 戴高乐在一生中多次遭受过刺杀 跟英国的首相丘吉尔的概念差不多 但火狐当中的最后一句话 书中最后写了一句话 枪手必死在枪下 如果对等之下 中共整个体制 中共整个体制以屠杀 杀人的方式 一直生存到今天 那共产党完结 一定在他自己的求得自身的保护的过程当中 杀死他自己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这一幕 信不信随您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